读美国热点话题 解当前最新动态 这里是读解美国头条 我是李志一 拜登周一公布了420亿美元的高速网络计划 承诺到2030年前 为美国所有州提供高速宽带互联网接入 填补农村和服务不足地区的差距 这是拜登最新经济政策计划的一部分 希望能借此争取到更多人的支持 联邦通信委员会估计 目前有830万美国家庭和企业 无法介入高速宽带 拜登称这是对高速互联网 有史以来最大的投入 并且表示根据该计划 每个州将获得至少1.07亿美元的资金 南部地区正处于创纪录的高温中 预计将持续至7月4日假期 德州上空顽固的高压热穹顶 让高温指数持续数天处于危险水平 预计本周将向东移动 给路易斯安那州 密西西比和阿拉巴马州 带来持续的高温天气 其中一些地区白天的气温将达到三位数 晚上也不会下降太多 官员们周一表示 纽约市拥堵收费已经扫清了最后的联邦障碍 几乎可以确保这个全媒首创的项目于明年启动 该项目计划向进入曼哈顿60街以南的司机 收取一定费用 旨在减少曼哈顿的交通拥堵和污染 并且为改善公共交通提供资金 一位女发言人说 联邦公路管理局已经批准了该项目 联邦地区法官艾琳·坎农 周一驳回了文件门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的请求 后者要求对该案件中84名潜在的证人名单保密 特朗普被禁止与这些证人就此案进行直接沟通 坎农在命令中表示 检察官没有解释将该名单保密的原因 坎农在周一的另一项命令中表示 将于7月14日举行听证会 讨论如何处理本案中的机密材料 关于艾达河州四名大学生在住处被刺死一案 周一的一份法庭文件显示 检察官将对嫌犯布莱恩·科伯格寻求死刑 拉塔县检察官在文件中指出 这起案件中的加重情节 称其特别令人发指 并且表示科伯格表现得完全无视人命 科伯格在去年12月30日被捕 今年5月 一个大陪审团以四项一级谋杀罪 和一项入室盗窃罪对其提起诉讼 科伯格对此拒不认罪 有线电视新闻网公布的一段录音显示 前总统特朗普在2021年7月21日 于新泽西州举行的一次会议上 曾讨论过他所持有的机密文件 这段对话也是特别检察官史密斯 起诉特朗普的证据之一 录音中的特朗普提到 作为总统 我本可以解密这些文件 但是现在我不能 他在录音结尾的一句 拿些可乐进来 在社交媒体上迅速引起热议 可乐的话题登上推特趋势榜第5的位置 以上就是本期的读解美国头条 我是李志一 感谢您的观看 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并订阅 美国中文广播电视频道 获取更多精彩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